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相信当一个人的时间所剩无几的时候 他就会加快速度的要完成他的工作 例如说,在考试快要结束的前几分钟 学生们都会加快速度的写出答案 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时间一到,他们就再也无法作答了 我们都知道,人活在世上的时光是短暂的,且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在剩下的时光里,应该做什么事才算是最有意义的呢? 今天我想透过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一到九节的记载 来与各位分享我们该如何做,才称得上是一个聪明的好管家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一到二节 耶稣又对门徒说 有一个财主的管家 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务 主人叫他来对他说 我听见这事怎么样呢? 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 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 这首经文向我们显明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实 第一,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主人赐给我们的 这意味着,无论是我们的地位、身份、财务、关系、孩子等等 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于我们的 所以,当我们拥有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珍惜 当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来成就主人吩咐我们所当做的事 另外,时候将到 我们就无法做管家了 而是都要向主人交战 换言之,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并站在白色的大宝座前向造物主交战 请问,你是否有把握 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事 都是能够讨主人欢喜的吗? 在主人的眼中 你是否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好管家 还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呢? 让我们继续来读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三到四节 那管家心里说 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 我将来做什么? 处地呢?无力 讨饭呢?怕休 我知道怎么行 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 接我到他们家里去 于是这个管家就把欠他主人的债的人都一一地叫了过来 并且把他们所欠的债务都减少了 他那么做就是为了要讨好这些欠债者 好让他自己将来不再做管家之后 还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 我们都知道管家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他会使他的主人受到亏损 然而,经文在第八节说到 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 较比官民之子更加聪明 首先我们要明白的是 主人夸这管家聪明 不代表主人认同这管家所行的事是对的 要不然圣经也不会把这管家形容为不义的 主人之所以称赞这管家聪明 是因为他现在就为将来的日子做好准备了 请问,身为神儿女的我们 有多少时候是把事情的出发点 以及关注都放在我们将进入的国度上呢? 你们所擅长的究竟是基站财宝在天上 还是基站财宝在地上呢? 另外,主耶稣说 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 较比官民之子更加聪明的意思是 相比之下不认识神的人 为着地上的事来活 还比神的儿女为着国度的事来活 显得更殷勤、更成功以及更认真 第三,既然主人能够称这不义的管家为聪明 主人岂不更加喜悦那又忠心又良善 且重视将来日子的管家呢? 你是否想成为神眼中如此的好管家呢?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九节说到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 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户里去 这处经文不是说 我们能够用自己的方法来获得永生 这处经文要强调的是 我们当如何看待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资源 包括我们的钱财 许多人都非常看重钱财 以为人只要有钱就能够呼风唤雨 然而钱财有一天会变得毫无价值 若我们现在没有把钱财 善用于永恒的国度的事 的话 我们即使拥有再多的钱财 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我们晓得 我们所拥有的钱财 以及一切的资源 条件、关系都是神所赐的 因此必定能够用在神国度的事上 若你要做聪明的好管家 你就礼担寻求神的旨意 并善用神赐予你的一切事物 来用于管理神永恒的家 愿神赐福于我们 那些书里巴猎盒的家